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消息就意识到 这会在中美之间切近一个引人瞩目的障碍 没有人鼓励方立之进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 但是根据美国对于国际法广为接受的理解 美国不能够拒绝他的进入 那么老布什呢在这封信里面表示 那么对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来讲 那么方立之呢在美国使馆的这些举动 对于中美关系来讲至关重要 他知道这将给邓小平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 那么这将对他们中美关系拉回正常轨道非常不利 那么他们认为呢现在不可能在方立之的人身安全 不能得到某种保证的情况下 就让他离开美国驻华大使馆 那么过去呢其他的地方类似的事例 曾经很长时间才得以解决 或者是政府悄悄的于驱逐的名义 让这个人出国 但是老布什只希望邓小平能够确信的是 美国希望这件极数的问题能够以一种 既让邓小平满意 又不违背中美基本原则的方式解决 当朋友之间出现困难的时候 我们必须能够找到协商的途径 那么老布什第一口吻接着说 说您在这里的那一位能干的大使 坚定并忠实的代表着贵国 我感觉啊李洁明也为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 但如果您更愿意通过某种特殊角联系 告知我 很明显这个地方呢 一系列的主题都是围绕着方立之展开的 目前来讲呢通过啊 就是出走美国驻华大使馆 获得美国的这个永久居民的难民地位的 我所了解的一个是方立之先生 另外一个是陈光诚先生啊 其中的方立之呢是在8964的前后 而陈光诚先生呢是在21世纪的 非常切近于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事件 今天 所以说呢 中美之间呢在人权方面的这种博弈 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而且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通过 进入到他国驻华的这个大使馆的方式 来求得自由的一种人身环境的保障 其实从这一点来讲 也能够映射出中国的人权状况 多少年来都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因为中国人一直把外国的这个驻华的外交机构认为 在中国来讲比本国的土地要更加安全 这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所谓标榜人权进步事业 这个说法的一个极大的讽刺 老婆说呢在这封信里边接着说啊 您在这里的那位 这是说呢 这个他这里说的这个李洁明呢 就是美国的驻华的大使 就是说双方的在这个地方啊 看来对于各自的这个大使呢 这个工作还是基本满意的 老布什呢在这封信里边接着说啊 他请求呢 这个邓小平能够接受一位能够完全代表啊 老布什对于这件事情发自内心感触 并且能够完全坦诚发言的特使 能够访问中国 那么如果啊 邓小平觉得这样一位特使能够有所帮助的话啊 老布什希望呢 能够和邓小平沟通 然后呢 中美会全面合作保证这一行动能够得以完全的保密 而且啊 老布什坚持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的言行 完全遵从呢 白宫的原则 很明显这个地方呢 是在给邓小平吃一个定先玩啊 就是说邓小平的担心的是 呃 那么我们都才国家嘛 我们 这个政府呢 都是一杆子插到底啊 用一句俗话来讲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的这个政府呢 是完全绝对一致的 不可能引于出现就是 各个地方所谓的于呃 党中央的这个决策保持高度一致嘛 自觉行动等等 那么在美国呢 对于民主政府 那么邓小平担心的是你 你不时这样和我讲了啊 那么对于中共呢 要保持一个绥静的啊 比较容忍开枪吧啊 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 但是为什么说呢 呃 这个美国其他地方的不甚至包括内阁的阁员啊 却会发表于总统不一致的意见呢 邓小平对此保持疑虑啊 其实呢 就在暗示不实呢 要对邓小平做这样一个保证啊 呃 当然这个保证的实际效果怎样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那是另外 但是后来看到美国的民主体制 一直在发挥作用啊 总统的权力不是无限放大的 而恰恰呢 有很多的机制 很多的环境 很多的事情都在制约总统啊 这个权力的这种膨胀 呃 这就是民主体制带给我们的好处啊 一个再坏的民主体制 也总是比啊 一个再好的独裁体制 要对人民更负责任 老布什在这里呢 以极大的尊重和深远的忧虑啊 给邓小平送去了这封信 中美呢 保证这一重要关系 不会再受到更多的损害 然后呢 老布什请求邓小平能够保持啊 中美关系的强大 老布什说啊 中国方面任何可以隐聚早期声明中 关于和平解决抗议者进一步行动的声明 都会在美国那里啊 受到欢迎 很明显这里呢 老布什仍然强调的是 政府呢要对待这个和平请愿的示威者呢 要也用以和平的方式去对待他们 而不应该采用武力相加的方式啊 去对待和平示威者 应该说呢 作为美国总统啊 无论如何 他对于呢 普世价值的这种追求啊 很多时候呢 在外交辞令当中啊 可能要屈从于呢 双方的比如说外交利益啊 经济利益啊 即将出访的一些外事活动啊 重大的一些一些国事访问等等 但是呢 他无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他都会不自觉的啊 把他呢 对于呃民主和自由 以及美国宪法修正案当中啊 对于人民呢 呃 这种各种自由的保障集会游行示威啊 言论出版新闻的这种自由呢 毫不自觉他就流露出来了 可以说呢 这才是美国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啊 美国对于世界上任何对于自由的压制 都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当中的不赞同 这种不赞同的方式可能有很多 程度也可能有弱有轻 但是呃 美国的朝野上下 一直呢 对于这种价值观的追求呢 是孜孜不倦的 我想呃 通过这次呢 香港的国安法 大家也看到 美国呢呃 可以说加入到了英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国的联合声明的队伍当中 发表了一个四国联合声明 对于呢 中共在香港的这种打压呢 可以说进行了一个无情的鞭挞 其实也正是这一价值观 从八九六四 三十一周年以来 一直都有的一个 一直都有的一个体现 这是美国对外 外交政策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和一个有奠基性作用的一个元素 所以说 老布什在这里呢 仍然强调 要求邓小平呢 尽量避免武力 武力呢 仍然是不可接受的 老布什呢 要求对学生们的示威者的任何宽大处理 那么美国政府都是欢迎的 而且美国不不能够让这场悲剧的后果损害 在过去17年当中 也就是从1972年到1989年 那么这17年当中 耐心建立下这个至关重要的中美关系 很自然的是呢 老布什呢 会非常欢迎呢 邓小平呢 能够亲自的回复这封信 老布什认为呢 邓小平的亲自回复非常重要 而不能够只靠那些官僚机构去处理 很明显当时中美呢 在沟通方面看来是出了一些问题的 所以说老布什觉得自己需要亲自出马 来给邓小平直接 因为他知道中国啊 当时能够真正左右局面的可能就只有邓小平 因为当时呢 我们来数了一下吧 那么国家主席呢 当时还没有恢复这个职位 或者是李先念吧 李先念是国家主席 杨胜坤呢 也是国家主席 然后呢 这些人都不是中共的实权人物 杨胜坤呢 仅仅是政治局的委员 邓小平虽然不在政治局里边 但是他是中央军委的主席 那么老布什呢 根据清末部门 以及美国啊 对于中国政局的长期的观察 尤其是呢 美国驻华外交机构 搜集的各种的这个信息情报 他们还是认为 要与邓小平呢 保持沟通 与邓小平呢 就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呢 要探牌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够真正的给中国政府 既施加压力 又保持对华的这个合作态度 打开呢 中美的一些局面 虽然呢 这些局面让我们看上去是那么的啊 对于钱啊 对于金钱 对于来自中国共产党 上层同志极端的金钱 好像美国是在屈膝下跪是一样的啊 给我们这种 这样的一种印象 好的 那么这封信呢 我们呢 大旗上就 第二部分给您解读到这里了 而且其中呢 加了我很多的评论和思考 我想呢 您也会有您的思考和观察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对于八九六四当中 中美关系的这封非常重要的文献 我们就为您呢 解读到这里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